大家好我是Amanda 我們來看6月27號到7月3號的星座運勢 這一週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行星的一個變化 就是海王星開始逆行了 而且海王星是在雙魚座自己守護的星座逆行 這樣子對我們來說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有一點老師一定要再提醒大家就是 面對疫情千千萬萬不可以輕忽 好因為我們都知道海王星確實 它就是一個與一些健康議題 特別是病毒有關的一顆行星 所以當它開始逆行的時候 有可能一些疫情會這種再一波捲土重來 或者是有一些新的這種小病毒出現 所以自己如何做好 自己的這種健康方面的一個呵護對不對 保護不要掉以輕心 我覺得是一定要特別特別去注意的 再來就是未來這一週 或者是未來一段時間 在海王星逆行的時候 我覺得對於經濟層面的 整種這種震盪的話也是難以避免的 所以在針對這種投資理財方面來說 我覺得俗話說嘛 人不理財 財不理你 有時候把這個這個錢 想要做一個好好的投資規劃 不是你投入這個市場就可以了 還需要時時刻刻去關注這個市場的變化 而不是只能期待說 哇我現在有把錢投進去這種股市會市 我馬上就會翻身變成大富豪了 千萬不能這樣想喔 所以未來一段時間時刻去注意你自己投資的這個部分的話 才是我們真的能夠獲利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再來就是呢 未來一週我們說 幸運的火星跟冥王星形成了一組 我們說所謂的強硬相位 受到這樣子的一個相位的影響 其實我們會發現喔 生活當中很多層面 好像這個壓力都來到了一個這種臨界點 很可能兩個人的相處 甚至是很多團體之間 其實長期的這種我們講說 長期的不和諧 其實已經到了一個像我們剛講的一個壓力的臨界點了 然後這時候因為一件小小的事情 而引爆了這一顆炸彈 引爆了這個壓力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未來一週我們值得要去注意的 那怎麼因應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就是說如何有智慧的去思考 有智慧的去化解生活當中的一些衝突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一點就是我們也會明顯感受到 可能上司老闆可能對於績效的要求 而對我們這種所謂的下屬或是員工越來越嚴厲了 那這一方面的壓力也要選擇如何去釋放 有智慧的去釋放這個壓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再來就是如果你的工作 或者是你跟朋友之間有一些這種合作 特別是一些資金方面的一些往來的話呢 在未來一週你也要去留意哦 這種資金上面的整個流向是不是很清晰很清楚 那我覺得不是說一定會有誰在從中做一些 這種投機取巧的事情 而是有時候可能一時的沒有注意到 而會有一些這種誤使用的情況的話呢 還是及早發現會是比較好的 好我們接著來看十二星座的這種星座運勢 首先牡羊座的朋友其實最近的表現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可是就因為表現亮眼 所以要特別小心會有人在背後可能開始有一些小動作 甚至是有一些閒言閒語出現 所以牡羊座的朋友如何去避免不要受到這些背後的這種小動作的困擾的話 我覺得可能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金頭座的朋友呢其實這段期間蠻安於現在的狀況啊 你會覺得工作方面我覺得也很OK 感情世界不管是有伴侶還是單身我覺得也都不錯 就是說對於生活當中的小確幸 其實自己覺得還蠻喜歡目前的一個狀況的 那麼雙子座的朋友呢 我們說好未來一週其實在工作上面其實是充滿了挑戰性 可能接觸到一些新的工作業務或者是呢 你真的就轉換職場跑道了 那這時候呢其實也激勵了雙子座的朋友們 每天都是非常振奮的來面對新的一天 巨蟹桌的朋友 未來一週我們說好 在工作方面或者是你的學業方面 想要有更棒的表現的話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 跟這種與我們有聯繫的人之間的溝通 一定要說清楚 很多事情我們在聯繫的時候呢 不要以為我們很有默契了 講個大方向對方就一定懂 真的要把很多事情講清楚 細節都講清楚才不會造成誤解 獅子座的朋友呢我們說好 有一些新的計劃其實已經在自己的這個規劃當中了 但是呢可能最佳時機還沒有到 所以呢不要急 先穩住自己的內心 好好的謹慎的來規劃的話呢 未來一定會有更棒的表現 處女座的朋友面對真的是堆積如山的工作呀 好像這種能者多勞已經快要變成能者過勞了 所以呢怎麼樣有效率的去處理每一件工作 以及下班之後怎麼去稍微的釋放自己的壓力 對處女座的朋友來說呢能夠做到的話 你也會覺得哇其實這還是一個 蠻開心的一週的 天秤座的朋友跟伴侶之間 其實還是有蠻多的衝突沒有真正去解決 有時候好像只是維持一個表面的和平 但是呢真正的這種問題的糾結之處還是存在的 所以如何去找到兩個人針對這個問題的一個 能夠接受的平衡點 對天秤座的感情世界來說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的 天蠍座的朋友 其實最近你可能會發現 本來覺得口袋這個還滿滿的 覺得好像小有存款 但是突然有一個比較大筆的開銷 反而對天蠍的朋友呢 感覺好像帶來了一些壓力 這方面可能要注意一下 廁所桌的朋友 會發覺我們面對一種 需要如何兼顧工作跟家庭的這種時間分配上的一個狀況 也就是說好像兩邊都很重要啊 所以呢每天怎麼去分配好 規劃好自己做事的這個時間規劃的話 只要能夠做好 那麼這個廁所座的朋友其實都會開開心心的了 摩羯座的朋友在工作上的表現 可以發揮自己的專業能力 贏得身邊的人的一個稱讚 不只是老闆覺得做得不錯 甚至連同事們都會忠心的來跟這個摩羯說一聲恭喜的 水瓶座的朋友 我們說對於自己的財務狀況 需要提出一個新的中長期的計劃 也就是說不要急於好像一個月兩個月馬上就能夠有獲利 可能時間稍微的拉長一點點的這種中長期計劃呢 可以在最近準備開始進行了 雙魚座的朋友需要比較留意的就是說 我們會覺得最近人員很好耶 身邊好多的朋友告訴我好多的各種訊息 可是這個時候怎麼去判斷這些訊息的一個正確性 好確定這個訊息是正確的 我在轉述出去的話 這樣子對雙魚座的人員來說 也會有一個更正向的一個流動的 以上就是本週的新作運勢提供給大家參考